撒加利亚书第十三章 到那日,必有一个全员为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放 洗除他们的罪恶和不解 到那日,这是万君之一和华的宣告 我必从这地除掉偶像的名号 他们不再被人纪念 我也必从这地除去嫁先知和污秽的灵 如果有人再说预言 他的亲生父母必对他说 你不该活着 因为你奉耶和华的名说谎 他说预言的时候 他的亲生父母必把他赐死 到那日,假先知说预言的时候 每一个都必因自己所论的意向而羞愧 他们必不再穿瘦毛衣服欺骗人 那时他必说 我不是先知,只是耕地的人 因为我自幼以来就被卖为奴 如果有人问他 怎么在你胸口上有这些伤痕呢 他就必回答 这些是在爱我的人家里所受的伤 刀剑啊,醒来吧 攻击我的牧人,我的同伴 这是万君之一和华的宣告 要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 我也要转过手来攻击小羊 全地的人必有三分之二被除灭 只有三分之一存留下来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使这三分之一精火试炼 我要炼净他们,像炼净银子一样 我要试炼他们,像试炼金子一样 他们必呼求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 我要说,他们是我的子民 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我必须要试炼金子一样 我必须要试炼金子一样